横溪乌村位于浙江省安吉县孝丰镇西北部 区域面积8.5平方公里 总人口1100人 是个典型的江南花园市山区村 沿着公路进村 村口处就有醒目的提示 宁已进入零垃圾村庄 据了解横溪乌村2014年开始垃圾分类 2017年实现垃圾不落地 随着村民垃圾分类和环保意识的增强 2018年村里提出打造零垃圾村的目标 我们的生活垃圾是老百姓家里产生的 那么我们在老百姓家里又把这垃圾捡垃圾下去 我们的垃圾桶里的垃圾40%到50% 它其实不是垃圾 老百姓早上起来打造卫生的 掉在地上的都是做业 收业 枯业 或者灰尘 那么你这个东西其实你可以不需要倒在这个桶里 你可以还田 还林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 得是处理垃圾 就在这个处理垃圾竞争的分类 那么这个呢又减少20% 再一个呢就是说对着口回溯的垃圾 你老百姓你要卖掉 那也是消化掉的嘛 你不卖掉的 我们收进来 那么我们就得做这个东西 把它变为一个工艺品 如今除了塑料袋 包装纸等不可降解的垃圾以外 横西乌村超过90%的生活垃圾都实现了自我消化 在保持村庄整洁的同时 绿色生活的理念也融入村民生活 永工坊是村里专门设立的垃圾处理区 由一个近500平方米的废旧厂房改造而成 这里布局了环保知识普及 环境污染警示 手工一瓶展示等主题 号召村民参与到垃圾便废围保的行动中 在村道两边也随处可见使用废旧垃圾做成的景观 那么现在跟那个零垃圾村庄呢 还有点距离 零垃圾村是我的目标 当然这个有个过程 其实我们通过垃圾不是从这个 我们是交给老百姓一种 环保的绿色的这样种生态理念 我们每天的建设 村庄是漂亮的 就说是完善了 那么我们通过厢圾治理 把我们整个村庄的内在美把它召现出来 那这种呈现给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内外皆美 完整无缺的这样一个美的象征